大家好,我是未来城市Sam 分享一下我这次去泰国曼谷考察六天房地产的心得 你在信义区用两平的价格将近400万的台币 却可以在曼谷地区买到一间小豪宅 你买一千多万的房子在台湾只能租一万出头 你用400万的房子却可以租到一万多的租金 这样的投报率我觉得还不错 分享给大家如果有需要 资产泰国房地产都可以跟未来城市联系 谢谢 那里面的建筑呢 又跟台湾的差别是在于没有公色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建案 Culture Tondo还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目前这个案子已经卖了将近八成左右 那只剩下的房型 只剩下这个27.5平方米 27.5平方米的案子 这是它的平面图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27.5平方米可以创造出怎么样的设计风格 跟它的空间感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进来呢可以看到右手边的区域 就是在这边右手边 可以看到一个厨房的空间 那这边有双口炉 然后可以做菜洗菜的地方 然后这是置物空间 置物空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抽风机 那在这边呢 左手边这边是一个卫浴的空间 那它是淋浴的空间 虽然平素小 但是它完全没有压迫感 你可以在这边洗澡 即使大概190几公分的人都不会撞到头 这边大概有到2米多的空间感 那这边有配置一个马桶 然后还有洗手台 洗手台在这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边也做了一个巧妙的设计 刚好用这个柱体来成为一个鞋柜的置物空间 然后这边有三个层架 可以摆放你出去常用到的东西 就可以放在这边 那它这个门也做得很特别 善用空间 所以它是用三片玻璃 去结合一个门的开关 这样可以节省空间感 那这一个27.5的房型 让我觉得最惊讶的是 你看它的客厅非常非常的宽敞 如果假设你是有很多清盆好友 还有一家四口五口 这个沙发足足可以让你坐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 足足空间感都够的 那看到左手边这个区域呢 也设置了一个可以让你坐在这边办公 采光又非常好 因为这个房型呢它本身是有面外面的光源 所以日晒啊或者是整个采光是非常好的 那就可以坐在这边上网办公 变成一个居家的办公空间 然后可以看到呢 这边还有设置一个小阳台 所以你有衣服要晒或者等等的 就可以放到外面把它晒干 然后这边也可以变成洗衣机啊等等 烘干机都可以放置在外面的空间 那转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边是一个大沙发 这是整个空间感是一个挑高的氛围 上面我们设计变成有镜子 所以让整个空间感放大 坐在沙发区这边呢 大家全家人可以在这边看电视 然后Netflix或者看YouTube等等 甚至在这边全家人可以在这边唱歌 那可以看到这个空间是挑高的 所以当然下面就是整个客厅跟厨房跟卫浴的空间 那跟着这个旋转楼梯 我们一起上来看一下 这边设置一个旋转楼梯上来之后